哈喽 大家好 我是新雄六 三大 我呢 来自高雄市桃围区布农族的人 那我五岁呢 就发觉了我自己喜欢唱歌的一个天赋 那也在五岁时呢 开始人生的第一场歌唱比赛 就在十一岁的时候呢 在一场的部落网会中 被一个来自台北的一个老师发现 到台北 所以开始了我近七年在台北驻唱时间 在当时呢 我驻唱的点呢 骗起了台北 桃园 还有新竹等各大演出场所 几乎呢 我都唱过 那也很荣幸能够当时跟几位比较知名的歌手 像二姐 我们知道的江慧 还有郑金一郑老师苏睿 还有陈苏华 林苏荣 以及这个已故的一个民主持人 也就是我们的诸葛亮大哥 小时候的一名呢 叫小黑宝 是由当今的主持人大姐大 张晓燕所娶的 也曾远赴日本学习演歌训练 十二岁呢 就考取了歌星证 也在华世担任了基本演员及歌星 然后二十岁呢 到二十八岁的时候 在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担任文化服务员的工作 因为对唱歌的热爱一直到今天还是以唱歌为主 至今演唱资历已经五十年了 只要大家喜欢听我的歌 我会继续唱下去的 我唱歌唱了近五十年的时间 那很荣幸的在这个演出的这段期间呢 我也曾经经历了一些很多的一些很难忘的经验 像比如说我十五岁呢 就去日本 这个担任过红白歌谣记 就是红白大对抗的一个实习生 那么童馨的时候呢 也上过 当时国内非常有名的一个节目叫《飞燕银村》 《中一版》《刘云正时间》 《华世八点岛的连续剧》 还有《华世剧展》《台湾民间故事》 还有更值得一提就是说也参加过 大概五万人在七年公园 现在是二十八公园吧 七年公园的一个万人演唱会 唯一受邀的一个童馨歌手 那我在台北也逛过两张的黑胶唱片 那《卡戴时期》呢 也录制过十一张的专辑 那在2018年呢 我荣获了原住民的十大网红歌手 那我以前呢 在同学的时候呢 也曾经受邀在高雄的蓝宝石 还有台中的连美餐厅助唱 那个时候呢 我还记得 这个朱格亮呢 曾经演过我的夫妻 那戏里面 那再来就是说 亚洲杯的 参加过亚洲杯十六国的歌唱大赛亚军 同时获得最佳演唱人奖 而也 呃 这个参加过中国国民党的一百周年 全国歌唱比赛的第三名 那七星杯 Mind7 歌唱大赛台湾区的亚军 那在1996年到2001年 大概六年期间呢 以首席歌手的身份呢 代表了中华民国朝委会 参加世界学会的演出 有去过欧洲 南美洲 大洋洲 亚洲各地 宣备在地的侨胞 那也担任过十五年歌大专业校 高中原住民组的一个音乐文化教师 也担任过歌类歌唱比赛的评审 将近三十场左右 那也是原住民里永远的一个福音歌手 跟持取创作者